有一點重量喔 經濟越來越壞 不僅是錢不賺 讓我們技術在好 想要欠10%錢都非常困難 所以南島政府 就要開辦技術在好的脫貧方案 只要每個都會欠1千塊 政府就會補貼你2千塊的經驗 今年為期三年的脫貧計畫 資產累積 那我們總共有19個名額 那只要是低收入戶 它每個月存1千塊 那政府就補助 每個月2千塊 那在這三年期間呢 它要定期的做存款 那每年也要受訓 受訓12個小時的 志工的訓練 還有志工的服務 只要民眾 副學技術在好的身份 在家裡有2位醫生的租路 並且在國中醫生的學校達出 就可以來公布問做心情 那這個方案我們是設定低收入戶 那家裡面有2個以上的孩子 那這孩子要就讀高中跟大學的孩子 那也請這個如果有意願的民眾 尤其是低收入戶家庭 讓他們能夠到各項正式公所 來做一個洽詢跟申請 那也可以到我們社會及勞動處 社會救助科來做一個申請 這個方案也是讓低收入戶 能夠做一個資產的累積 也就是說讓他有一個存錢的習慣 等到三年之後有一筆小存款 他可以做創業或做生意 這個方案只有19位名額 有需要的民眾就有100個機會 在這9月22號進行 香港政府也就是高雄訂工 所作刑請 繼續咱們上採訪報導 然後 可以啦 好